威震天从海底复活后 全身加装了大量装甲和履带 让体型更加强壮 双腿肌肉感更强 双臂也改变了完全不对称的形状 30DRX威震天基本完美还原了电影形象 并全身都有金属摩擦和做旧涂装 整体细节非常丰富 和同系列其他产品一样 配备了开关比较考验手指粗细的灯光 面部刻画比较穿深 眼部和嘴巴周围细节清晰可见 和电影中几乎没有差别 但嘴巴没有可动关键 双腿有各种齿轮和液压杆等机械结构 双臂的构造不同 全身多数都有赛星文字 可惜是涂装不是可见 头部可以上下活动 左右旋转需要注意调整下面的位置 脖子是独立关节 胸口向各个方向活动都有一定的空间 两侧肩甲可以打开 手臂平举时避免造成损外 大臂旋转没有压力 二头肌可以旋转 曲肘是双关节 活动范围相对比较低下 肩关节有上下的活动空间 农家被从后边观察幅度还是比较可观 双手都是软胶材质 没有活动关节 需要拆除替换手型 右臂可以拆除替换成臂炮 但这就是俩塑料格子拼的 没有任何活动关节 炮口也没有灯光效果 腰部旋转会受到一径限制 腰部两侧装甲可以打开 大腿前踢算是常规表现 后边就不太行了 膝盖活动范围要比想象中的大 而且铝带有联动效果 脚踝可以拉长 大幅度提升脚掌的可动范围 DLXV整天在同系列玩具中的表现不错 它的优点几乎可以掩盖不太多的缺点 它身上尖锐的部分比较多 小心磕碰避免玩具损坏和自己受伤的风险 它的分量压手 塑料手感和关节的反馈都有不错的表现 如果说三零的变形金刚只能选一个的话 那么这个V整天我强烈推荐 拍吧 该这样 词 词 词